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關於養生 由於現時的資訊科技發達,整體知識水平的提升 社會大眾越來越重視對於健康的追求 我們大部分的養生知識是源於電視節目 或者微信、報紙雜誌上的養生文章 又或者是一些養生書籍之類 我們在閱讀這些養生知識的時候 首先可以判斷一下內容是否合理 其次需要留意作者的背景 簡單舉一個例子,如果作者是來自北京的話 那個醫師所講的養生方法 可能只是偏向適合北京地區居住的市民 而不可以一概而另地形容在其他地區生活的居民身上 因為不同地域的氣候、水土、環境都是不一致的 另外也需要留意一下文章或者是節目的內容 有沒有廣告或者是產品宣傳的成分 在中醫的角度去看養生的話 其實跟治病是同一個道理的 一樣是講求辨證論治 根據不同人的體質去作出調整 其實最好的養生方法是可以簡單 由日常生活開始做起,包括養生和養心兩方面 養生指的是身體健康,其中最重要的是睡眠 大家經常講的就是早睡早起 早睡指的是每晚11至12點前要睡覺 一般來說正常需要6至8小時的睡眠 但實際每個人所需要的睡眠時間各不相同 以可以維持第二日日常工作需要 而不感覺到疲累困倦為多 飲食方面就是以均衡為原則 一般健康沒有病的人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飲食禁忌 是沒有什麼不可以吃的,但就應該以食量為道 針對香港比較濕熱的氣候特點 煎炸油膩、生冷冰凍的食品就需要減少食用 例如好像薯條、天婦羅、魚生、生蠔、凍飲、雪糕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濕熱的食品也需要小食 例如好像榴槤、芒果、菠蘿、燒鵝等等 對於不同疾病來說,需要介口的東西都不同 一般來說濕疹就寄食海鮮、辛辣、甜食、飲酒 痛風就寄食火鍋、海鮮、豆類 胃痛胃醬就寄食豆腐、豆漿、豆類、糙米 難消化或者比較堅硬的食物 風濕骨痛就寄食糯米、芋頭等等 養心方面就是指心理的健康 日常生活我們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事件 壓力或者問題,導致不同情緒的產生 包括喜悅、憤怒、悲傷、憂慮等等 我們最重要的是維持情緒的穩定 因為煤核氣、中風、分泌等的疾病 是容易受情緒影響而引致的 如果可以做到上述的事情 就好像皇帝內經所說的 食飲幼稚、喜居幼償 這樣就已經是好好的養生之道 而不需要去刻意追求其他所謂的養生秘方